四宝却连看也没看他们一眼 朝着叶绍阳那边站圈走去 手里端着罗汉金身 对着外围那些昆仑弟子就打了下去 这么一来 橙子便轻松了许多 上前与叶绍阳前后加攻玉姬子 玉姬子虽然是一派宗师 板只脚已迈入登峰造极的境界 但毕竟只是准地仙 单打连叶绍阳一个人打不过 更别说夹上肠子 在两人夹攻之下 玉姬子很快就落了下风 叶绍阳眼看着不出十招就能把他擒住 玉姬子将扶尘抛出去 领空展开挡着法剂补咬 拼着法剂补咬硬挡了叶绍阳一击 为自己赢得了少许时间 捏起一张灵符喷了一口血在上面 以血为印划出一张灵符 三清之令颓血过命 四方大地积极如律令 双手合适将灵符夹在中间用力拍了一张 双手张开之际 那灵符片片破碎 血光的灵光纷飞组成了一个柿字 叶绍阳一箭看上去 居然被灵符包裹 亦是难以抽出 借这个机会 玉姬子拔腿就跑 血皱 叶绍阳看着面前缓缓散去的血涡 知道这是昆仑派的密宗法术 这一口血是用外丹之血 毛山善符 龙虎山善术 昆仑山善丹 别的门派练的都是丹角 只有昆仑山练的是真正的外丹 当初叶绍阳与玉陈子斗法的时候 曾将其外丹逼处 吃了个小亏 后来拼死打碎了他的外丹 并将其杀死 玉姬子吐的这口血 是滋养外丹的心头血 其中蕴含的钢气之强 远远超过一般法术 叶绍阳之前也听说过 昆仑山的天师 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 会吐出心头血 用来结印花符 可以临时提高灵力 挡住强大的攻击 为自己博取脱身的时间 这代价是 这一口失去的心头血 需要苦练七八年才能够补回来 也就是说 为了保命 牺牲了七八年的法力 叶绍阳心中也是感慨 不愧是道门宗师 明白舍得两个字的意义 而且毫不犹豫 只是 就算让他跑了 又能跑到哪儿去呢 叶绍阳立刻追了上去 绕过一个潜滩 发现玉姬子 并没有往悬空灌的方向跑 而是沿着海岸前一路飞本 又越过了一个潜滩 眼前抽下了一只快艇 正向着这边驶过来 船上两个年轻的道士 正在对着玉姬子招手 叶绍阳恍然大悟 原来玉姬子还有后手 玉姬子接触其中一个弟子 扔过来的绳子 借力跃起 跳到了船上 然后船只立刻掉头 朝着远处开去 等叶绍阳赶到之后 船已经开走了几十米远 叶绍阳也不是超人 这么远的距离 肯定无法跳过去 赶狗入穷乡 不于用电网 叶绍阳 你我之间 也只是不死不休了 玉姬子站在船头 一只手捂住胸口 狠狠地说道 对 你的鬼仆还在我手上 你放心 我也会让你尝试一下 失去身边亲人这种痛苦 不过 现在可不是实际 想到这件事 之前的阴霾也是一扫而光 玉姬子觉得自己还是赢了 冲叶绍阳仰面大笑起来 叶绍阳法力再强 毕竟不会什么 铁掌水上飘之类的轻功 看着越驶越远的船只 也只能望洋形叹了 玉姬子也是知道这一点 才故意如此嚣张 目的是刺激叶绍阳 为刚才的事情找回点面子 承子冲到叶绍阳身边 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说道 老大 你趴在我背上过去 说完 直接跳进了水里 趴在你背上 叶绍阳看着他 曲线玲珑的后背 想到自己爬上去 势必又要亲密接触 摆了摆手 这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了 成子很诧异 我可不想被小白脸追杀 成子掺了他一眼 他敢 你说主人 这有什么关系 你以前 也不是没碰过我的身体 叶绍阳嘴角抽动 说道 现在不一样了 绝对不可以 成子气得嘴巴 绝了起来 这时候 更多的骄人都游了过来 成子一声令下 让他们去追 骄人们迅速地 向羽祭子的船只 游了过去 成子也跳进水里 当作指挥 船是机动船 类似游艇差不多 一旦行驶起来 速度很快 骄人们奋力追赶 在昏暗的夜色下 很快就失去了踪迹 四宝赶到叶绍阳身边 纳闷道 你为什么不让 橙子带你去啊 不然就算追到了 也未必能带回来 不方便 叶绍阳望着 骄人们 和船只消失的方向 说道 什么不方便 叶绍阳简单地 说了一下 四宝听起来 就跳了一下 瞪大了眼睛 看着他 不是吧你 你居然也会觉得 男女有别 叶绍阳狠狠地 瞪了他一眼 你很吃惊啊 难道我在你心中 是个色狼 四宝撇了撇嘴 反正你没少 占妹子们的便宜 这能一样吗 假如是你女朋友 在这儿 为了追递 你愿意让我 骑在他身上 一路游过去啊 骑在他身上 靠 我女朋友 怎么让你碰 四宝叫了起来 听了一下又说道 你这比喻不恰当 成的是你腰铺 你跟他之间 没什么顾虑 萧义云说哥们 我得替人家考虑 叶绍阳朝这个方向 看了一眼 说道 祭族山那些人 怎么样了 都走了 他们跟昆仑派 也不是多密不可分的关系 都到这份上了 也没必要为他们卖命 等了一会儿 事件之内 传来一阵 娇人欢快的声音 叶绍阳跟四宝对视了一眼 露出了笑容 无数骄人在海浪上漂浮 中间拖着一艘船 是御姬子之前乘坐的游艇 不过 是反扣在水中的 御姬子 还有三个弟子都坐在船底 一脸的围顿 一少阳一看之下 顿时就大笑起来 双手拢在嘴边 冲御姬子喊道 喂 御姬子时说 你不是要走吗 干啥要回来了 难道 想清楚了 要跟我决一死战 御姬子低着头 因为愤怒 全身都在站立着 我只是想要走 我只是想要走 我只是想要走